坦南市议会国民党党团上午召开赖清德市长抵制议会开会的党团会议 党团书记长卢昆夫说 赖清德这样为了他心里所述的议长落选 而又指着李全教当选就算是会选 但司法就都还没判定议长李全教是否会选 就让市长赖清德如此生气激动 为此国民党党团希望市长赖清德在15号 能如期率领市府官员到议会开会 让议会顺利审查各种民生法案及各种追加减预算 不要让议会成了无用的大型建筑物 我们呼吁市长你一定要来 为了台南市民的未来的福祉一定要来 所以我们把它列定说你市长一定会来 所以到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动作 也不想说未来希望市长是对老百姓交代 我们也对老百姓交代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决议还不采取任何的动作 我们赖清德市长一定要来开会 为了台南市民的权益跟福利 拜托你一起为台南市打拼 议长李全教也进入国民党党团 邀请党内议员能够全数出席议会 同时也将向民进党籍议员及武党籍议员拜托 他们15号一定要到议会开会 而对于是否也会去市府邀请市长赖清德 李全教说如果为了市民及大众的福利着想 他愿意去市府邀请赖清德市长 15号的议会 也就是超过20个议员就可以合法开会 国民党党团已经释出善意 不愿意为了赖清德到不到议会开会而说重话 议长李全教态度更是柔软 除了退出国民党党团运作外 更希望做个全市民的议长 而对于内政部说明赖清德不去议会开会是违法的行为 李全教说 违不违法每个人都知道 但为了俯会和谐 不去做任何相关评论 只要依法让议会正常开会就好了 李全教还说 如果市长赖清德及政务官员都不出席议会 那身为公务员的事务官 总不会跟着违法不出席议会 因此他相信15号议会一定能顺利开议 记者黄俊华林永春坛能报道